假如说柯文哲今天没有向2亿美金低头 那这个人品确实高超 那这么高超的人品却要保住 这个骗你 这个人设就很鬼 大家好我是大树 又回到这个台湾大选的话题了 非常有意思 这个台湾四大天王总统竞选人 天天刷人眼球 跑流量的竟然是无媒体支持的柯天王 我想是还好的 而且呢我们的柯天王 就非常让人着魔 就是你一天不看 你就会想 我们的柯天王最近又搞什么妖蛾子了 是不是又错过了什么精彩的大戏啊 反正就柯天王一天不搞闹剧 不闹革命 就对不起我们的柯粉 而且柯粉啊 对他是绝对的迷信 但是呢我知道很多选柯文哲的人 跟柯粉 这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通常看完这个视频的人 他会暴怒的话 那么基本上都是柯粉 那前不久呢 柯天王呢因为制爆自己的两亿美金当副手这一事呢 就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数啊 那现在呢就成了国民党的烫手山药啊 就借此呢全力猛击他啊 要拿下他的柯粉啊 而民进党的最无语啊 就是蓝白打架啊 结果呢 见他一身血 然后整着自己的民调狂跌啊 我表示看不懂啊 这个为啥民进党的这个民调会狂跌呢 我真的是不明白啊 然后柯粉竟然狂涨啊 这该不会是红鬼子操盘 在搞这个邪天子一令柯猴吧 但是呢经过之前的这个事件呢 就让我非常的明白啊 这个台湾呢不仅有很多乱象 还有很多怪象啊 所以呢蓝白上演的一出 得不到你就毁掉你的大戏 按理说呢双方都应该掉粉才对 但是掉粉的却是民进党 咱说怪不怪 我这段时间呢就一直都有关注这个柯猴斗 确实很逗是吧 蓝白的这次相爱相杀 用难听的字眼说啊 就是属于这种一夜情闹崩了啊 那我想就是作为吃瓜群众的我们呢 就看了这出大戏之后呢 我们至少就看清了对方的嘴脸 是不是 你嘴巴上说为了拯救台湾人民 与民进党的水深火热之中 结果两个拯救者啊 干了起来 要劝详招募对方的士兵够乱吧 所以呢 为了台湾人民好 鬼才性的 是吧 但是咱们的柯粉表示 现在全部媒体都围攻柯文哲 请各位柯粉一定要稳住啊 不要被影响了 全部都是抹黑 都是造假 柯文哲的为人我们都非常清楚 坚定支持柯文哲 当然呢 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那我们呢 也不能说柯P不好 你比如说 手机在美国丢了啊 柯P幽默的回答 还好没有不哑招 是吧 还有就是男人去酒店 是为了公务啊 当然这些小幽默 还是可以接受的啊 但是呢 你得分场合 对不对 毕竟呢 你要是代表国家形象的人啊 你公开小幽默可以啊 但是别人不一定能 盖得到你这个小幽默啊 你就跟乐乐法乐啊 说这个老鼠肉的故事似的 咱们很多国人呢 听完之后 哈哈哈哈大笑 但是最后你问他 你听懂了吗 你笑什么 他说我听不懂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笑啊 反正就是好笑 哈哈哈哈 而且这个红鬼子呢 也是啊 表示听不懂 所以就直接就把他给封杀了 所以啊 如果说 引用赵少康 最爱用的这个桥段啊 就是民进党连任 会让两岸开战啊 就是你是选择和平 还是战争啊 这个就是你们的选择 那你说嘴巴上没有把门的 这个柯文哲上台 他就不会惹毛对岸吗 那如果说他惹毛了 他怎么办 他只能告诉对岸 啊 我们先不谈这个问题 好不好 那我们谈一谈 接下来中谈怎么继续去发展 好了好了 这个事情翻篇了 这个更好笑 而且呢 柯天王啊 最大的优势 是迷惑众生 就像呢 咱们不晓得 他自爆两亿美金当副手 这个用意是什么 我听了这个故事后 我就觉得 如果对方不是骗子 那这就是干涉台湾的内政啊 很大罪的 对不对 而如果是骗子的话 你为什么故弄玄虚 然后你还要包庇他 而且用两亿美金收买你 当谁的副手呢 当民进党的吗 不可能对吧 那如果是国民党干的 国民党冤大头啊 就是花两亿美金 砸你身上 那这个两亿 一定是红鬼子 才能拿得出来 因为两亿美金 让他蓝白河 做国民党的副手 红鬼子太赚了啊 那说不定就换取了台湾呢 所以啊 柯文哲不愿供出这个骗子 要么这个故事是编的 要么呢 他就是在维护这个骗子 因为这个人 已经犯下了国家安全罪 那么逻辑上是 今日柯文哲 他能包庇这个骗子 也就能包庇其他骗子 对不对 那今天这个骗子 能骗柯文哲 他也就能骗其他党派的人 所以这个骗子很重要 所以柯文哲 想翻篇这个骗子 那这篇要让他翻过去了 我们就不要谈民主了嘛 对不对 我们就谈点现实呢 这个社会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 怎么能解决社会的问题 谁能解决 如何解决 为什么要解决 如果有人给我两亿美金 让我闭嘴 我告诉大家 作为一个有修养的人 我一定闭嘴 因为拯救人类 从来就不缺我一个呀 但是两亿美金 会造出无数个大数 如果有人花两亿美金 去买柯文哲 他一穷二白 讲话还不招人待见 没事就祸从口出 就这样的人 他凭什么值两亿美金呢 而且他非常自信的以为 他能让国民党当副手 结果啪啪被打脸 为什么 柯天王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 所以说 从一系列的操作来看 你既不是国民党的对手 也不是民进党的对手 你更不是对岸的对手 所以 柯天王根本就不是 这些人的对手 因此呢 这个两亿美金当副手 这个里面有太多 不能说的秘密了 假如说柯文哲 今天没有向两亿美金低头 那这个人品确实高超 那这么高超的人品 却要保住 这个骗子 这个人设 就很诡异 你至少要告诉各位 你为什么要保这个骗子 这个骗子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音 你能说服别人 别人才觉得 你保这个骗子 是理所当然的 不然你都说人家是骗子了 你还要去保这个骗子 你不更像是这个骗子吗 咱们台湾面临的很多问题 其实是所有人都在面临的问题 认为人的思想出问题了 所以你说 韭菜想改变制度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世界 是为制度服务的 谁能改变这个制度呢 只有最上面的那个人 因为所有机器的开关 都在那个人的手里 所以呢 如果你能选好这个人 那这个人呢 就会移除这些开关 但是你如果选不好这个人 这个人就会设更多的开关 我不主张这个消灭谁 而更主张呢 是选择谁 同样呢 是打倒民进党的国民党 为什么没柯文哲 翻车翻的厉害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什么德行 他自己也很清楚嘛 相反呢 就柯文哲这种人 则更招人烦 因为你好坏通杀 你含糊不清 你故弄玄虚 你两面三刀 而他的一堆信徒 这也说明这个台湾的社会 普遍的认知都出现了问题 也就是说你甭管选哪个党 最终呢 也解决不了这群人的问题 因为这群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才变来变去 所以逻辑上是 很多人是因为反感民进党 而选择柯文哲 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去选择这个总统 因为如果要是的话 你至少也要该对比一下这个赖清德这个人 是不是比柯文哲更加适合总统这个职位 更加靠谱这个职位 而不是说 每次过来 告诉别人 我选柯文哲是因为民进党多么的糟糕 因为你选的是人 不是党 就像面对民进党 柯文哲和赵少康大喊 小英出来 小英出来 如果这样的战斗力 你用在强国 你下架民进党 不是分分钟秒秒钟的事吗 但是 你什么时候有看过他俩 对强国有这么硬朗的态度 所以说 当台湾真的遭受不公的时候 我们就看出了这群人的丑态 是帮你呢 还是帮外呢 是落井下石呢 还是真的为台湾人民好 如果说 一群面对邪恶 都保持沉默 而且还温柔 还能对邪恶表以理解的话 那么我们去投这样的一群人 也就是说 我们能理解这群人 如果说我们能理解这群人 那为什么不能理解民进党呢 这不还是人出现了问题吗 反过来讲 国民党对自己人都可以这么狠的话 那这种人不就是欺善怕恶 不明事理吗 你的大格局 会把对方的胃口给打开 当对方呢 被胃成了贪得无厌的时候 你在想消除他的胃口 要么呢 是给他动手术 要么呢 你就是拿更多的东西 去满足他的胃口 好 我是大树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 见 见